要涨价的还有桶装瓦斯 明天凌晨开始就要调涨了 中友今天宣布5月的双汽价格 液化石油汽集出桶装瓦斯 价格每公斤涨1.8元 所以下来一般民众习惯使用的 20公斤桶装瓦斯的价格 每桶就会上涨36元 是今年首度调涨 而另外中友表示 5月份的桶装瓦斯调涨的原因 是因为国际的合约价格 比4月份还要上涨 加上进口的海运费用大涨 因此必须要反映成本 不过中友也指出为了配合政府 稳定物价跟照顾民生的政策 目前自行吸收洞涨的桶装瓦斯价格 每公斤还是达到了5.85元 而将会在往后叠价的时候 是情况逐次回补